记者黄明堂台东报道 民进党台东市长参选人洪宗凯今天发表首播市政愿景 判结合行政院地方创生政策 将台东堂厂营造地方创生基地 让见证台东托肯的长区 延续台东梦的精神 洪宗凯对市政愿景提出二新四周的完整规划 并以百余年历史的台东堂厂为起点 逐一向外推陈 呼应同党县长参选人台东梦的竞选证件 今天发表的同时 也邀同党县议员 是戴吉里长参选人出席 展现绿营团结态势 洪宗凯说 唐厂园区盛极一时 如今面临转型挑战 虽有交通优势 但长期定位不明确 大多空间长期间监制 缺乏隐刻机制 与在低业缺乏连结 他将以地方创生作为园区规划的铸轴 透过旧铁道廊道来串联铁花心聚落 两大中心成为文化重地 并向南与向北延伸结合台东各区域 让游客透过此一园区就可以体验台东各区的产业与文化 他说未来唐厂园区内的营运 可由园区内的商家自组联盟营运 避免因为外经营对地方产业发展造成剥削 作为市长 应付起资源整合的角色 引入中央部会的资源 引入与连接地方产业